ACC主委又要換人 利文會期最後一天前夕代主委翁伯中突然請辭 神明因為身體健康因素無法繼續推動會晤 感謝蘇葵多次未留將直接辦理退休 繼4月2號詹廷儀傳出被請辭之後 這已經是59天內第二位主動請辭的主委 第三位主委則將由委員陳耀祥代理 翁伯中上任以來爭議不斷 曾經說過不會對內容進行審查 去對電視台的播出內容二度開罰打臉刺激 面對在一黨抗議 強迫新聞自由以及對言論進行審查 對機關NCC的公正性屢屢遭到質疑 他之前為民進黨執行了很多非常不合理 包括對中天電視跟這些非常不合理的這些處罰 但是他恐怕還是沒有辦法滿足蔡英文跟蘇貞昌 對他前置媒體的要求 所以他到現在不得不離開這個地方 可見翁伯中的媒體的監理方式 還不夠正率 不夠符合蘇貞昌的思考方式 所有的媒體們可能要小心了 接下來如果再換一個主委 那可見是更往綠的靠 民進黨的政治黑手再一次介入中選會 介入NCC 無非就是介入明年的選舉 李靖勇上任後 中選會逃不過染綠批判 翁伯中閃電請死 獨立境外NCC想要擺脫綠色背景 就看新主委能否扛得住來自上面的壓力 建聯會證人中台北採訪報導 根本來說是最新的 有一個主委的新主委 在這次選舉